这个两位是谁先进的红楼剧组 我先进的 当时给您定的是哪个角色 进组的时候 当时我们前面去的都没定 就先去试戏录像 之前我们俩认识 我们俩拍那个电影 萧江电影这片场的 我们国家第一部写中学生高考的 那时候说高考过独木桥 那个戏认识的 然后分别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送照片 我们竟然能找到这个图片 他送了我一张黑白的照片 一寸的 那时候都这样是朋友了 您给剧组了吗 就是我去红楼梦的时候 说红楼梦张演员 我觉得他特别合适眼保育 那么这张照片就给了当时的副导演 但是好像没引起重视 没引起重视 那么后来是 好多演员都订了以后 就宝玉没订 着急了 那时候邓杰几个人推荐她 又推荐她 然后王导特意到成都去见了她 对 好像您是很多人推荐过 我这我一开始都不明白了 我一了解很多人推荐过您 人缘好 没办法 但是我没有人推荐是因为人缘不好吗 不然呢 不是人缘不好 是太帅了 也是 不够乖 您没想过演宝玉吗 我那时候好像长得比较成熟 我觉得我为什么推荐王杨凤强呢 我觉得她特别适合演这个宝玉 因为她是 其实是精神上很成熟的 但是视觉年龄上十五六岁 精神上成熟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好 对 很明亮 当年的眼睛就看着你 不用有表情 你看很有情 很单纯 老是喊起来很干净 现在有情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您对《红楼梦》这个剧组 听说了吗 他们在建筑 是 听说了 因为他们在全国还选演员 对 而且她上了《红楼梦》剧组 给我写信 那时候就写信 完了我就特别羡慕她 对 我就觉得 你看高红亮都上了《红楼梦》剧组 多么伟大了一个剧组 是 完了 特别特别羡慕她 但是我就想 如果我也能上《红楼梦》剧组 哪怕演个小丝啊 像《明烟》啊这些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我到《红楼梦》剧组 好像是你来接的我 对吧 就当时我两眼一抹黑 到就是一个 感觉是刘姥姥进京城 对 完了到了北京 也没人理我 完了她是到火车站来接的我 给我带回的剧组 对 带回的剧组 八大处 八大处 对 完了我见陈晓旭呢 也是她介绍的 对 那个第一次见陈晓旭啊 就她带着我到了招待所 我拎着行李 完了呢 在这个老的那个桶子楼 那个迎面 刚上楼梯 那个迎面啊 当时也是下午四点过 夕阳西下的时候 就是那个逆光中 就有个女孩长发飘飘的 就来了 就缓缓地就走过来了 那我想问个实际情况 当时您看见小徐老师的那一眼 有没有爱上她的感觉 不 这根本是 说生活成话 她不敢说 必须说真话 必须说真话 当然 真没有 怎么会呢 不是 因为不敢 你心有所属那时候 不 当然这是原因之一啊 第二个是你说 你一个刘姥姥进的大官员 你那时候你哪敢说 我爱谁爱谁啊 对不对 就你们能待见我就不错了 而且那个是那个剧组 第一期学习班啊 已经结束了 已经第二期学习班的开始了 他们都很熟了 我是个局外人进来的 知道吗 所以我见陈晓旭 你还不敢正眼地 这么看着她 你不敢 还搭抱着 就偷偷地露一眼 对 完了他介绍的 他说这是这个陈晓旭 也林黛玉的 这是欧阳奋墙 完了以后呢 人家晓旭也不怎么搭理我 就上下打量了一番 完了就很冷冷的 很矜持的 就冒出两个字 就你好 你好 完了我也就 你好 你好 后来呢 他把这个写成文章 就这一段的 这个相见他写成文章 当时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是大索失望 他觉得怎么导演 选来选去的 怎么找到了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贾宝玉呢 就是感觉 毛头小子 感觉没有气质 没有文化 那样的 他很失望 对 因为他是蛮有文化的 也挺有 世人气质的 他不了解你的内涵 那个是还不太 就我们这样的人 都是表面上 看不出来内涵的 对对 慢慢的 就慢慢 我们这个是拿给他品的 就品 慢慢品 对 哎呦 这俩 天哪